妙王山中有一神医 医术精湛妙手回春 有洗死回春之术 人称傲视一仙 沈家全体 为求许一仙救救我家家主 为求许一仙救救家主 不打招呼 贸然来访 你们不知道我救人的规矩吗 一仙问诊 有六大不治规矩 第一 入中不孝者不救 第二 背信信义者不救 第三 恶怪满营者不救 第四 奸诈虚伪者不救 第五 过国殃民者不救 第六 心情不好是 一律不救 那你给我一个 出手的语 许一仙 我家家主 博师记重 每年捐款 不计其数 符合您救治的规矩 此等好人 不该允命 我沈家 愿献上 无限额黑卡一张 外加三个无限制条件 满足许一仙 所有要求 恳求许一仙 救救我家家主 恳求许一仙 救救家主 明日是我爱惜宴会 今日是我新群子 带路吧 我去准备一下 谢许一仙 出手相救 谢许一仙 出手相救 多谢神医 帮我从鬼门馆拉回来 不必 一折本分 听闻明日是您爱妻宴会 为表救命之恩 我沈家向您爱妻奉上巨额注资如何 你看着安排就好 辅宴宋神医 放手里 快走 天呐 苏总的意思 让苏也来 我要听他进口说 你算哪根总 也配见我家苏总 苏总作为林青 是唯一身价破译的女总裁 跟你这个窝囊费在一起 简直就是一朵鲜花 插在了牛粪上 这是我们夫妻之将自己的事 轮不到你跟外人来直说话去 什么 我说的有错 你这个只知道吃软饭的窝囊费 害得我们苏总每次出去探合作 都要被人嘲笑 家里有个窝囊费坠续 你简直就是苏总最大的耻辱 我再说一次 叫苏约自己来 否则免贪 不要 现在就 月儿 这是你的意思 苏总现在事业蒸蒸日上 刚才更是接到了沈家的注资电话 你就只有窝囊费 知道你已经意味着实 许阳 我们的婚姻名存实 这些年我在外拼搏你半年 现在是是注册公司以后 公司将迎来制的费 无暇顾及私人情感 希望你能理解 我们 好聚好散 好聚好散 离婚后根据协议 你可以获得五百万的赔偿 这些钱 就当做你这些年在家的付出 五百万 真是可笑 不仅如此 此次宴会 我将全部婚事 为武器 来隆重 苏总也答应给你五百万 这个是你分手一辈子也得不到的千万数字 这点钱我还真看不上 月儿 你真的要跟我离婚 是 这一年你一直在家里做家务 对外没有经商经验 这非天存死心 如果你不挥霍的话 也足够你下半辈子一时一日 这对我们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最好的选择 也就是我们苏总心善 换作别人 谁会为你这个窝囊废谱 先如此 你脚散 什么破坏 该不会 从哪个垃圾堆里捡来的吧 这条大马是个项链 是李公子专门从拍卖会上高价买下来 送给我们苏总 这么贵重的礼物 像你这种温囊废 一辈子都买不起吗 他为什么错 当然是等你的温囊废 苏总离婚之后 向我们苏总求婚了 李公子可是欺而不捨的 追了我们苏总 等着一年了 一年 你们再一起避养 算了 没必要解释 没错 你可以这么理解 这么幸福 离婚跟结婚选在同一天 真是可笑 刚才说是不要 现在接得比谁都快 宋主理 我 做错了吗 不可能 他许阳就是一个吸血的质重 离开他 你只会越来越好 太好了 许阳离婚了 带上我的嫁着 一刻出发江的 是你救的吗 一个人消毒了 药房已经开好了 早晚肩负两次 一周就能痊愈了 我好了之后 能去找你吗 不必了 我已经结婚了 要跟疫情保持剧烈 一年早婚又怎么样 我又请自身非你不假 主人 苏家宴会是否取消 将北戈的豪门 都在等着您开口 还有 沈家的巨额注资 已经准备妥当 就等您发话 公寿所长 为什么要去消 继续 苏小姐如此 见谈您的真心 您为何还要帮她 好歹夫妻一场 就当是 送她最后一件的礼物 是 听说苏家获得了 沈家巨额注资 苏家以后 在江北 可真是当之无愧的豪门了 是啊 苏家可真是培养出来 一个豪女儿 这宾客名单上 不光有我们江北的豪门 连帝都来了不少大人物呢 哪里哪里 这都是月月啊 拼搏出来的成果 这苏家年纪轻轻的 就有这么多大人物少失 真是前途无量 只可惜啊 身后有个脱油品 你说的是苏家的那个废物坠血 放心吧 听说前两天 他们都离婚了 给徐阳那个废物离婚了 是你姐姐做过最正确的军 没有这个累赘 这好运荡荡 就是 那个废物 一天在家 吃干饭不说 一点忙还帮不上 如同她走后 整个家都变得清静 你这废物啊 真是阴魂不散 这里是你能撒眼的 真会 以后让低东家族的人看见 肯定会笑 咱们快管 受邀而止 我为什么不得 你 尺寸有钱 怎么会在你这个废物身上 听说这至尊邀请函 整个宴会只有一张 是苏总亲自送给沈家的 怎么会在这个废物坠血的手上 肯定是这个废物贼心不死 伪造一张假的邀请函 继续来宴会上 舔着脸 跟我姐和好呗 徐阳也不看看她能窝囊废样子 还想死缠烂打我们月 半点嘴言都没有 天生就是个下垫的剑 我 赶紧给我赶出去 我看谁敢 好啊徐阳 你这个废物刚跟我姐离婚 又吵别了你 我看你一早就婚内出轨 对不起我姐的事情 真是不知好歹 吃素嫁的喝素嫁 对月有没有办点帮助也就算了 还归内出轨 就给养不熟的白养了 你们有什么脸来指责我呀 所有他自己做不是自己性的情 我做什么还轮不到你来指示话 我看你们这一家子还真会变到黑 不要脸的狐狸精 你瞎说什么东西呢 月月这两个人扰乱宴会秩序 一会儿要冲到谁家 谁来负责 把他们赶出去 今天是苏家宴会 你来干什么 副业 他那个邀请 一看就是简单的 你们俩刚离婚 他就带着他的狐狸精 在这招摇过世 偷窥宴会 我估计啊 他是看咱们的苏家 快飞黄同达了 想过来搞事情 徐晏 我知道离婚来说 对你打击很难 但是你也没有必要 伪造邀请谈宠物宴会吧 唯一的一张至尊邀请谈 我已经亲自送到沈家了 由沈家转赠给恩人 你伪造邀请谈 沈家是绝对不会放过你 怎么知道 沈家的恩人不是我呢 事已至此 你还在痴心妄想吗 沈家恩人可是明镇天下的一切 都五年了 你什么人骗我不知道 不是离婚了 你也没有必要拿假话骗我吧 徐晏 你稍往自己眼中贴金了 你要是沈家的恩人 我登场磕头给你道歉 我们苏家怎么照顾你这么一个 丢人献的上门坠戏 白吃白喝不说了 这还得罪了沈家 得罪了沈家 你有几条面给我赔的 还能快滚 苏苏 这个邀请还是你亲自送的 是真是假 一看便知道 够了 你怎么可能和沈家会有关系 徐晏 你真的是无药可救至极 谁给你的胆子看这么对 姐 这个废物还真把这宴会当自己家 瞧瞧他们梦中无人的样子 一个垃圾 还真把自己当个角色 这个状态还真是无法无天 岳岳 叫保安把这个丢人陷的东西 丢出去 别再冲撞我贵子 算了 就当是帮他最后一次吧 主人 这群人实在是放肆 女子三分的以下回事 您看我要不要叫沈家过来 喝个表讯 不用 杀鸡也很容易到 我们警官欺骗就好 我倒是很期待 他们当我是什么表情 是 哎呦 李少 你可算来了 我们家月有罪业啊 没啥在我跟他提醒你啊 是啊 李哥 那个 大家都有东西了 咱们快走吧 哎 我母跟弟弟客气了 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对对对 一家人 嗯 多谢李公子影片 方才沈家又继续追加了合资 日后和李贴的合作 还请李公子多多上心 追加助资 追加助资 是啊 李少 这次多亏你的引荐 才让沈家再次追加助资 我们苏家这次啊 全靠你骑鞋了 我也只是试探学问了一次 沈家这种大豪门 怎么会连续助资 难不成是父亲的怨 哈 呃 我也呢 只是稍微引荐了一下 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岳岳优秀 要不然沈家也不会投入那么多的东西 立 我父亲与沈家二家族是多年的旧友 如果以后你有任何需要帮忙的 尽管找我 随时一步 多谢李公子 这次多亏了李少 又不然我们苏家呀 还没法挤身成为将别的新贵呢 李少是我们家的大卫人 不像那个蹭吃蹭喝的废物 这五年来 我们苏家就算养巧狗 你逼你强 伯伯 他就是月月之前的追削 杰哥 他就是个晚饭男 连您的一根手指都比不上 就是 别再影响我们一家的投气球 你确定 沈家的投资 是这个李公子的 那是当然了 要不是我亲自上沈家登门拜访引荐 他们怎么会注意到我们这些省家 怎么 你一个废物 离开苏家 连饭都吃不 сем 来宴会上 这不像本少爷爷爷爷爷 他去扫厕所怎么样 听见没有 沈家待遇好了 一个扫厕所的一个月就好几千呢 这打扫厕所 倒也挺适合这个废物 这肯老奴 contacts 吃上两口 瞰癫痘或子呢 你你哪家的资产 居然能够有一定来 李家的趣 因为李家在江北的面子 还真是大 这废物说的有点道理 李家能为苏家带来这么大的投资 怎么李家自己不要 我也不信 有哪个商人 能把这么赚钱的机会 拱手相扬呀 过来去啊 李公子拉到投资 苏没有自己的办法 你这样一小人 真心度军军之处 孤无辜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这么爱体会别人 哎月月格局不一样 一个时候你发男的懂什么呀 我们不跟你说 不愧是李家 这教养简直就是江湖陶温的教科书嘛 你若是有李少姨一半的教养館 今天也不会落到如此下 我们一家已经到齐了 如果你还要点 别脏了我们一家 你 想必这个废这辈子也没什么机会 这老公大伯伦就让他还在开着 开开眼界 苏家宴会上 你只需对小神一一人恭敬 不得有半点怠慢 若得罪小神一 你就滚出沈家 以死赔罪 感谢大家能够参加此次宴会 苏氏集团即将上市 那作为苏氏集团的CEO呢 希望日后各位能够多多关照 也欢迎各位能够与苏氏集团合作共赢 苏总您天讯了 我们这些人要跟在您身后喝汤呀 是啊 苏总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成就 当真是女中豪杰呀 在宴会开始之前 我接到了沈家的追头电话 投资再翻一倍 让我们苏氏集团上市更上一层 出资再翻一倍 苏家这女儿可真了不得啊 苏总这么优秀 人生唯一的污点 也就是个废物赘续的前夫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那就是李家公子李昌杰 这次和沈氏合作 多亏有李公子一件 才让我苏家获得投资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各位 我与苏月在半个月之后 将会续半分 到时候 邀请再度的同位都来参加 我怎么记得苏总已经结婚了呀 苏总早就和先前的上门废物离婚了 听说那坠续三年都没有碰过苏总 一个手指头 苏总和李少 才是金铜玉玉能才女貌 这两人才是绝配 那个废物算什么东西啊 还有 今天苏月的前夫 也就是苏家的废物坠续也来到了现场 在这个普天坡西的日子里 我想跟他说一句话 感谢你放过了月圆 把你老婆让给我 李大少 沈家注资你确定是你不过 还真有人透露一帽 这废物还有脸来 该不会有什么绿帽倾向 喜欢看别人抱着自己老婆 我要是他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水安你少说几句 投资不是李公子拉的 还能是谁 自然是我 搞笑 现在谁是冒领的 大家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你不过就是一个废物坠续而已 哪来的脸认识沈家的人的 这笔投资就是我给月月的求婚 你这个废物 没有本事也就算了 今天居然 至于一切李公子 强行将不老揽在自己身上 也不看看自己是不是那块料 满嘴胡言乱语 摆不清自己位置 而且当天看上去 可真是瞎了眼 我原本天在夫妻一场 不想与你计较 你伪造邀请她 混入宴会现场这一件事 但是你三方 就侮辱我们的苏家的贵婢 扰乱厌惠政局 其实你自己去开吧 沈家到 沈家到 沈家快来 今天是个大夕日 就等沈家的人到场 开演习了 我这次来 是跟家族这面 与苏总洽谈签约 去罗注资的事 家族还说 只要苏小姐 离开 家族还可以 去寻找家族 那就多谢沈管家了 这沈家管家 亲自送投资上门 还是第一回见了 苏家以后 可是要飞向金窝窝咯 我们以后 可得好好跟着苏总干 他们这些 从指头风里头流出来一点 都搞我们活了 怎么指来了的管家呀 沈平刀他人呢 沈平刀他人呢 这位是 他是苏月的前夫 已经被苏家散离出门了 他就是一个吃鱼人软饭的小白脸 啥也不是 许阳 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敢对谁家政都说 是嫌死得不够快吗 你赠个什么东西 也敢直呼家族的名讳 放肆 区区一个总统 也敢对许先生 谁给你都勾搭 原本大喜的日子 被这两个肩负淫妇搞坏心情 你这个贱屌死 当狐狸精还当上瘾了是吧 这个废物到底给了你多少钱 让你像那狗一样 我给你双倍 我咬不去 这两个人 真爱演 沈管家放心 我这就找人把这块渣男剑丢出去 好好找 你来之前 平常没盯上瘾的事 这个罪恤 会不会遗传 他就是一个废物 只会拖地做饭 他就是一个废物之心 将确实交代过了 我们沈家的座上宾 也是传说中的一仙道 那可不是你能体积的存在 你不能在那里干什么 先屁股 给我拉出去 放手去 大家一起动手 把这个爱演的东西给我赶出去 得先打倒他 谁就是保镖团长住手 这么多年 我终于等到你离婚 你怎么来了 我要是再不来 这群人真是不来 真就给脸不要脸 笑上天了 这又是谁 放眼整个林青豪门世家 我怎么没见过小姐这好人物 你不会是许阳起来的演员 来撑场子的吧 就是 我福家在林青这么多年 从未见过这好人物 区区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 就赶在苏家宴会上大方圈子 这就是想来碰瓷的嘛 现在有了沈家的资助 苏家是如日中天 这种豪门贵族 就是留出来一点点 都够这两个肩负淫妇吃上好几年的了吧 哪来的不理解 也不看看自己的德行 也敢来我搜家闹事 徐昂 你和这个女人早就在婚前就签成绩 你哪来的脸只问我出轨 或许你们两个早就在暗中狼狈为 谁喊捉贼吧 这花真是漂亮 不愧是你亲手中 某兔说我都能带走 我摘下你不会生气 我后山还有一片花海 你要是想啊 全部拿去便可 一个我瞧不上的破花 也就你这个第三者拿着当个宝 破花 真是有眼无珠 此花名为朱莉叶玫瑰 繁殖条件其难 单单花种就曾在日不落拍卖会拍向天家 成花更是有十无价 你管站着破花 请问什么破花能有如此价值 不可能 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玫瑰花 不过度了曾经而已 需要他怎么可能买得起朱莉叶玫瑰 月月 你别被这两个人一起唱一首给骗我 什么朱莉叶玫瑰我都没见过 他们呀 肯定是为了要面子 谁可能骗你 故意说的假之连城 这就是零星豪门啊 依我看不过是一群整体直挖罢了 李少说的对啊 我也不信这么一树破花能这么值钱 有那些钱干哪什么不好啊 就是 牛皮吹的也太大了吧 一朵花值千金 这花杆都比黄金要珍贵 谁信呢 不对 这花好像是真的 一把年是不落拍卖会拍出天价的 朱莉叶玫瑰花族 好像就是个下国买下拍下的 是说 是送给爱妻 送给 爱妻 姐 你还真相信这对 肩膚淫妇说的话呀 是 朱莉叶玫瑰是价值不菲 但是 有没有可能 是她们俩创听好话术故意说给你的 你可千万不要被她们俩骗了 就上次真的诱读 这女的 还不是个破鞋小杀 进检我们家月月不要的东西当好 打我 打的就是你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老东西 满足 半分里一点只都没有 一个小小的林青世家 惹得本小姐不高兴了 灭了你 一个小小的林青世家 惹得本小姐不高兴了 灭了你 就在昨天 我们苏家已经得到了沈家的投资 倒就地生成为一线人 未来我们也会和沈家进军上精彩 会是当之无愧的豪门新贵 看多一家短房间 在这大也不惨 不是吧 就这点钱也叫一线家子 徐先生 你这前妻还真是目光短片 都过去了 这女人气质出尘 浑身上下都是高设定制 就连手表都价值百万 这气质 确实像是名门闺秀啊 我看不过是个假女儿吧 这一身 谁又知道是不是高仿呢 光君一张嘴 就抬高自己的身价 可笑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身子 坦坦对我们家族不见 我看的是不想再聆听混下去 一个小小的聆听试一下 也可在等小姐面前套 我可是堂房上京 有道小姐 上京 小姐是哪家闺秀啊 我是许阳女朋友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我还以为 是上京或者是帝都哪家的大小姐 没想到 只是个连自己身份 都不敢报出来的人啊 身份 虚名 够了许阳 都当到这个字上 你还嫌不够丢人吗 这位前妻 麻烦你睁大眼睛好好看清楚 若非你们这群人步步紧逼 谁会搭理你这群跳梁小丑 你 月月 像这种妄图攀龙附凤的草根山鸡啊 我见多了 只不过这次他压错了 误以为许阳这个费序 是个大人物 我说许阳 你这些年从苏家 为了维持谎言 没少拿苏家钱 许阳 你真是太老实了 苏月 在你眼里 我真的像他们说的不是吗 那不然 你这人还真是有眼不识台善 贪图权势地位 殊不知眼前就是最好 整天除了拉帮钱还卖动全市勾搭点不路流的小家族 你还会干些什么 你一个连自己家门都不可破败 也敢说我们沈家不说 你们两个 就准备迎接我们沈家的怒 苏管家 这对渣男见你也配你一天去动手 你这狐狸精 现在要是跪下来磕头认错 我没思维家还能饶你饶你 这伯母婆子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 让我跪 别说是沈家管家了 就算是沈家家就见到我 也得奉你做什么 你又算了什么东西 不是好感觉 给你们佛命的机会你不重用 不用给他们客气了 来 花拳秀 没错 不用 我来 这么多年没想到还能再次开那里车车 有错吗 我一定不浅当你啊 访神招说罢了不止一天 啊不可能呢 许阳这火分 什么时候我这么高深的武功 许阳什么时候会武功呢 还是说这么多年 我从未真正来给他 下来 你苏家家以后干什么用 能咋有什么用 还是是草包一个 也不过是利底大的点 是吧小贬 没想到你这样的革命 内心居然是 predators的不满的袋祸 哎要不這樣以後你跟柳柳 哥哥每天跟羊羊排不一樣的 老實把你死活 少死了 呀真是 什麼熱啊 哪來的小伙伴 真以為我們蘇家的宴會 是什麼阿媽兒狗都能來的嗎 你怎麼來了 當然是來祝賀小美人注資成功啊 哎 請你聽我跟你說的事 要不 從我 我再給你追 你早上跟我拿開 哪來的地皮流氓 趕緊宴會聽到什麼 妙活了 夠東西 老子是李家的李少 別說動你了 把你兩個肯謝了又合法了 敢動腦子看著你 就是 也不看看自己什麼醜樣 人家李少跟我姐 那才是郎才女貌 家事可是門當戶隊 真正的金童玉女 也不算是 還想娶我錢 你敢跟我們李家做對 你李家 算是個手牌東西 啊 你以為你敢擦走 才知道我能為你 我告訴你 今兒就是你親爹 為什麼 教我一生 今兒看著運 讓我死 來人 不知道天高地高的會不會 我教一教人 在臨清室還反對青龍會的受益 你小子找我死 哪來的小貨粉 真以為我們蘇家的宴會 是什麼阿貓阿狗都能來的嗎 你怎麼來了 你怎麼來了 當然是來祝賀小美人注資成功啊 哎 你今天跟你說的事 這就怎麼樣了 要不 你從我 我再給你追著 你早上跟我拿開 哪來的地皮流氓 趕在宴會廳倒是 妙活了 够我的東西 老子是李家的李少 別說動你了 把你倆子給謝了又合法 敢動腦子看見 就是 也不看看自己什麼醜樣 人家李少跟我姐 那才是郎臺女貌 家事可是門當戶對 真正的金童玉女 你當什麼 還想娶我姐 你敢跟我們李家做對 你李家 我告訴你 今兒就算你親爹 就算你親爹 叫我一收 今兒看的月 讓我死 來人 不是到天高地高的會不會 我叫一叫人 在林青市還敢對青龍會的受益 你小子找死 你 你 你就是月月沒有費錢福吧 一個老闆 配得上月月這樣絕世青春大雨 依我看 就是一朵鮮花 超級笨 我配不配得上 跟你有關係吧 但我知道你這支豬 肯定是配不上 媽 這整個林青市 還沒有人這麼敢跟少爺說 少爺 這就把這小子廢了 拿出去餵魚 我看誰敢動他 咻 咻 熊 熊躺的小羊 老子喜歡 想不到 你這廢物 驗風不欠了 誰有越點兒 高齡之花 後面 希望 一會兒 去 今晚 走 就變賽 比 найти 荷� actor 應該不論那個 人權 小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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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 因爲 他 你 小命 滚 你个杂种 什么给我挡着 他这是为了我 许阳 你打脸太大了 居然跟打断青龙商会 受处的腿 这下谁下来了 许阳这肺误也太过热身 现在得罪了青龙商会 以后就算是背靠着沈家合作 也会重新受阻 一会来人 那千万不要常常跟他有关系 不然受青年的可就是咱们了 是啊女儿 谁让他自己要做死 对我们苏家有什么关系 我 再来下去 没有意义了 那个苏家是怎么办事的 应该如此改善我沈家贵宾 这出资取消了 沈家 怎么会我们苏家 喂 沈家 我们从来都没见过 这何来得罪的一顺 沈管家 能不能帮我问我沈会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先别着急 我现在就打电话 喂会长 好好的投资 怎么不投资了 是不是因为 你个混账东西 还有连打电话 得罪了我的救命的人 你死几条命都不够赔 灵亚内持的小店 等我们苏家处理完这些事 有你们好看 不不 咱们赶快走吧 再玩就真走不了了 月圆 我们快走吧 薛阳 你废了青龙山会上主的双腿 他们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月圈现在 快走啊 你这种废有废什么话 他又死了 能秋期青龙会的怒 那是要死的有家 走吧 快走 快走快点 你这前妻本心倒是没关系 我本来想看在这些年的情分上 把沈家注资 当做最后一件领送给他 可是他已经 被全身蒙蔽了双眼 算了 走吧 你是拿的最高邀请汉 你们眼睛都瞎了吗 竟敢得罪国之圣少 我们赶去宴会时 已经结束 彻底失去了 和许神医解释的最佳机会 我们现在 应该赶紧赶去 许神医家中 赔礼道歉才是 各位礼 去许神医住宿 沈家不要对谁 都不能得罪许神医 把沈家上下 全部随我 去向许神医 赴金请罪 是 李哥 听说你父亲和青龙会会长交易匪浅 能不能帮我给你父亲烧句话 向会长求求情 罗许阳一条鲜明 你为什么要听那个废物去 就是 沈家撤资 就识明那个废物 打伤了王少 使得咱们苏家 一天之间 从云端跌落至泥潭 沦为全城的小 要不是那个废物许阳 咱们苏家 早就成为 一险世家 许阳的废物 结婚五年 非但没有帮我们苏家 无半分力 反而令苏家 因他而蒙羞 外面的豪男 不知道怎么 错我们的脊梁果 你竟然还想着他 我们好歹也是夫妻一场 要不是王少祖 调戏于我 他也不会出手 断了王少祖的双腿 我不想让他因为我的原因 丢了性命 姐 你就是太善了 徐阳那个废物 就他去死了 又与咱们很干 我心意已决 还请李少 帮我这一次吧 帮你 我有什么好处 苏家现在 确实能说什么 我们马上就是你家人 谢谢 谢谢 但现在还不行 月月 什么意思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结了婚啊 月就是李少的人 这以后呀 也不迟嘛 嗯 婚礼就定在半个月后 我们先解决完眼前的晚饭再说吧 也对 那我现在给我爸打个电话 哎 爸 苏家今天下宴的事你应该都知道了 他们想和清工会道歉 您看能不能 安排的见面 好好说开 请我和王会长约了今晚的见面 让他准备好陪礼 哎哎好好好 好谢谢爸啊 搞定了 今天晚上就会按个女朋友 不愧是李少 这凡事效力啊就是快 就是 那也费过谁啊 你跟想我去 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 月月 别忘记我们的约定 月月 你刚才太胆大了 为了徐阳你的废物 麻烦李家 还好 这李少 签就于你 以后 你就好好地师父李少 说不定呀 这咱孙家 以后还以东山赞起的机会 沈家撤资 现在整个林青 恨不得躲着我孙家 李家是最后的救命奴障 姐 这事之后 你要是还想着那个废物 咱们苏家 真就晚饭 我知道了 今月宴会 怎么不见你把那些 见风十多的人全废了 如果你嫌丧了手 我邮家可以带了 不用 既然那群人 喜欢虚言腐蚀 汉腐杀贵 那我叫他们 从全市上后 才得是你啊 杀人猪猪 其实我这次来 是有事想找你帮忙 何事啊 爷爷今年身体 每况愈下 如今更是陷入了婚离 二房队长全虎视眈眈 赵家更是野心不光 尤家现在算是内衣外化 我希望你能跟我回去救爷爷 也算是救尤家一面 尤家主都有问 我这也是应该做的 你这么离婚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追求你了 今年来年 呃 此事先不及 故意插票话题 看你还能躲到什么时候 怎么了 怎么了 孙总 是不是 青龙会这边有医生 不是 李家说青龙会那边的人 指明道歉让我自己进去 大晚上的一个人去 太危险了 我陪你一起 青龙会在林青地下说一步啊 若是敢武力他们的意思 后果恐怕会更严重 算了 还是我自己去 那我陪你上去 今天的事 是我苏家不对 听说王会长喜欢皮修和饮茶 这个谈目皮修茶宠 是我专门为王会长准备的 还希望青龙会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苏家一次 大人不计小人过 您前夫 帮我这条肯 这没得你年半点 你说这死 我因为陪他王少主的所有资料费用已经被折了 还希望青龙会高台贵主 你看了 我做 哎不过 这苏总 好从年轻第一大美 这脸蛋 这身材 确实是 王少主 我与李家少爷已经病欢了 青龙会和李家关系密切 未来还有红红的 他李家 算什么什么东西 苏雅 你现在把衣服脱了安静 乖乖的 炒作为什么下 我呢 王少主 您就别开玩笑了 我怎么会 小伙 苏总好歹也是 豪梅贵秀 怎能让他在我面前 做这如此掉价的事 这不符合规矩啊 王会长 我就知道你还是讲理之人 自然是连带着我这个亲爹 一同享受搜索的服务嘛 哈哈哈哈 是啊嘛 咱们也好巧 我们想人啊 啊 今儿 还回来 啊 啊 你们 你们想干什么 打鼓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就是想试试你这 林青大美人的 自然啊哈哈哈哈 哎 啊 苏总 苏总 什么东西 你想打扰我家会长的好事 能被我家会长和少主看上 是你家苏总的福气 喂 许阳 都怪你这城市部族 拜训入了闻闻费 要不是你打了七轮会的少主 我们家苏总怎么会被人算计 王少主 您就别开玩笑了 我怎么会 小伙 苏总好歹也是好没会秀 只能让他在我面前做这如此掉价的事 这不合规矩啊 王会长 我就知道你还是讲理智 自然是连带着我这个亲爹 一同享受搜索的服务嘛 哈哈哈哈 是啊 咱们也好巧 我没钱啊 啊 亲 嗯 是 看 回去 啊 啊 你们 你们想干什么 打鼓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就是想试试你这 林青大美人的 四日啊 哈哈哈哈 苏总 苏总 什么东西 你想打扰我家会长的好事 能被我家会长和少主看上 是你家苏总的福气 喂 许阳 都怪你这城市不足 拜训入了闻闻费 要不是你打了七轮会的少主 我们家苏总怎么会被人算计 是 王少主 您就别开玩笑了 我怎么会 小伙 苏总好歹也是 好没会秀 怎能让他在我面前做着如此掉价的事 这不符合规矩呀 王会长 我就知道你还是讲理智人 自然是连带着我这个亲爹 一同享受 苏总的服务嘛 哈哈哈 是啊 咱们也好调 我不想啊啊 今儿 快 回 啊 啊 你们 你们在干什么 打鼓亲兄弟 圣阵父子兵啊 就是想试试你这 林青大美人的 自然啊 哈哈哈哈 啊 苏总 苏总 什么东西 你想打扰我家会长的好事 能被我家会长和少主看上 是你家苏总的福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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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许阳 都怪你这城市不足 败是什么的温度费 要不是你打了青龙会的少主 我们家说的怎么会没人算计 一群废物 精神 我出了你们青龙会 你小子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这废物 坏了 遇上了好事 兄弟们 上 好 啊 果之胜兽 你一中 徐陽 你還有多少秘密是我不知道的 跟在我身後 君神 好痛情慧 你這個廢物 是怎麼把這麼多人都打倒的 訴訟他 來喝喝喝 給你一點 今兒這酒你喝也得喝 不喝也得喝啊喝 快去你不要放過嗎 這就受不了啊 你去待會兒 怎麼了嗎 小虎 玩的也差不多了 接下來 給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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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今天誰玩 一群廢物 下面是怎麼讓上來的啊 你的人 早就沒了 你的人早就沒了 沒想到 你這個廢物還真狠狠 好 既然來就來了 老子 叫我看看 我是如何玩的 徐陽 你知道你都幹了些什麼事嗎 青龍會的實力遍佈全國 你惹了他們 插起來 快走啊 如果 永遠都不要再回來 蘇玉 這是最後一次 看我出來你小子還站著我打啊 當老青龍會百十號地 我告訴你 我背後可是沈家 你要敢傷了我 沈家絕對不會放 不是像的話 你個鬼 沈家 很牛嗎 你還真不怕 沈平濤 我向你三分鐘之內 喊到青龍會 否則你沈家絕命 你算了什麼東西 三分鐘讓沈家絕命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麼身份 能打了不起啊 我告訴你 我遭一個沈家 等到沈家人一到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沒錯 我們背後 你啊 我為了 需要他只是為了救我 這件事跟他沒有關係 就像你們放在一套生活 這 蘇玉 你到現在還看不清楚去世嗎 徐陽 我的生活已經被你繳禾的屋簷上氣了 近日過後 你要是還能活下來 我蘇玉也將跟你再無半分八個 等一會你就知道一切了 待會兒 沈家人的愛的 定管你這罪 毒藥還給你 不過 你死以後 你這兩個話不大 哥們 聽你收入當中 好好照顧他 哎呀 你會真美 我吧 完了 沈家的人來了 徐陽這次 徹底完蛋 蘇教練未免太起人又停了 許先生比你認知中 強上萬倍 沈家住 您可來了 這小子上了我青龍會百十號地區 大放厥私要我的性命 我們兩家 支柵林青這麼多年 從未見過如此大膽 沈家住 一定要替我們青龍會的兄弟們報仇啊 就是 沈伯伯 就是這個 我寧可為你親人兒子 報仇啊 什麼吧 什麼吧 您幹嘛跪他呀 這 他什麼身份 您是什麼身份啊 沈家住啊 這小子 可是我的青龍會的死地啊 你難不成 玉雲門青龍會 惡跑斷一不臭 混蛋 許先生乃是我沈家的座上邊 別說你這個青龍會 就是我沈家的人 只要使得許先生不快 先仇之而後快 這 這怎麼可能 前次宴會 是我用人不舒服 使得管家辦事不利 掃了許先生的牙線 請您 饒恕沈家 我 給您賠罪 請您賠罪 請您賠罪 去 許啊 蘇家能有今天這般成就 是不是你一直在背後幫我 還不夠明顯嗎 許先生是我見過最傲視的男人 卻該願為你做上門女婿 選擇你們這一任 外面不知道有多少名門世家 想要見許先生一面 許先生見就不見 倒是你 偏偏把他逼得心虧意冷 你啊 真是身在服裝部之伏 我知道了 行了 接下來該怎麼做 給我來教你吧 沒事是是 許先生請來臉 許先生 是我永遠不是太賤 求你放我和犬子一命 然後定將為許先生 敬你全馬之後 再說得起 許哥 哎不不不不 許嫣 那您打這招機想不過 我錯了 我真的當初 不該見你您的女人 你還是放我 啊 你也不看看你這個什麼東西 你配往許先生身邊靠 所以 當初沈家注資 是你一直在背後幫我 那你當初為什麼不告訴我 我說過 那你從來都相信 所以 當初沈家注資 那我們還能 蘇小姐 你當初逼著許先生 簽離婚協議的時候 可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做人還是少出爾反而比較好 你好自為之吧 許揚 我們之前有必要走到這一步嗎 自己時間不輕 做沒了愛人 現在後悔想要求復活 這個世界上哪有這麼好的事 許揚 你怎麼想 好 好聚 好酸 學長 我前段會百事把地球都被你廢了 你起眼笑的 你就饒了我們吧 屁呀 我這高度 屁呀 您就 把我們當屁 放 真是病急亂投醫 不亂拍有關係 沒骨氣的東西 把這兩個人 丟到亂葬了 沈家現場沒輸打招呼 也被安分了兩年了 是 許先生 明日起 我沈家全員 居然不賣出大門辦 好你個徐陽安 我跪下來求你 給你磕頭盔臉 你也不放我和我兒一名 不是 這不是你逼我呢 我給你抓我 哈哈 你不是還在意這個臭婊子嗎 他中腦的冥懷毒 半戒之力 逼死無疑 就算是我死了 會讓你跑過 他中腦的冥懷毒 半戒之力 逼死無疑 給他 啥 成全力 你 你挂 今往後 青龍會王點一個不留面門 是 這圖還真是隱形 陰真也一時半會兒戒不了 這下麻煩了 行 我好受 小小姐 別亂動 太熱 行 你幫幫我 真的你沒辦法 陰真一時半會兒戒不了 那就只能 行 你是不是不行 這是你自找的 他中腦的冥懷毒 他中腦的冥懷毒 半戒之力 必死無疑 成全你 你挂 今往後 青龍會王點一個不留面門 是 這圖還真是隱形 這圖還真是隱形 陰真也一時半會兒戒不了 這下麻煩了 小陽 我好受 小小姐 別亂動 太熱 小陽 你幫幫我 真的你沒辦法 陰真一時半會兒戒不了 那就只能 行 你是不是不行 這是你自找的 是啊月月 你若能遇禮少晚婚 趙家的資助 將如期而止 這時年輕豪門 將無一例外 都會以我們馬首是戰 你就答應離開我 蘇家能不能翻盤 就承招你了 你讓你大力作為 我保證 大夫人 我已經最幸福了你 嗯 我願意 哈哈哈哈 我的好月月 我保證 這是你做最正確的一個決定 不過 我有個要求 新問題 我都能滿足 把婚禮情節給許楊也發一發 月圓 你讓那個廢物來幹嘛 許楊如我之沉安 這個狀 非報不可 好 那我就讓他眼睜睜的看著 他的前妻 是怎麼成為我的女人 許楊 你什麼時候帶我回去見你的家人 先不著急 等我準備到菜裡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行行快回家 你醫院又不行了 媽媽 爺爺怎麼用啊 你現在是越來越無法無天了 什麼人都往家帶 後來一聽說老爺子生病 當機立斷 請來了神醫土地前來承治 你作為遊家的大神 居然在外面不回家 真是令我太失望了 我男朋友是下國頂尖一世 我這次帶他回來 就是為了給爺爺制定的 請求 你說謊也會有限度嗎 啊 下國第一頂尖一世 能和一仙的徒弟比嗎 再說了 他穿著一身地攤貨 這年紀尚浅 能配得上頂尖一世一生嗎 伯伯伯伯伯啊 我乃華夏一仙 先前老爺的身體 也是一種我一種 沒有人比我更懂老爺的病情吧 麻煩你讓我為什麼 哪來的無知的小兒竟然信口慈謊 我師父為年火花甲 師祖更是德高望重的 批 伊树高鐵 怎麼可能是你這種 明不見經傳的年輕人 清清 你該不會是被這個窮屌絲給騙了吧 伊仙向來行蹤不定 會點醫術的阿貓阿狗 也想冒充伊仙 伊仙這種大人 不是他這種人冒充得了 這個現實 看著好深夜出發了 伊仙 你瞧瞧你現在什麼樣子 滿足謊話就算了 還帶人跑家裡坑崩拐騙 要是耽誤你也有的正確 你可是我們整個優家的罪人 伊仙曾一手為我救治 你們不認識難道我還不認識嗎 許揚他就是貨真價實的一線 我怎麼不記得 我有女痴好徒送 放肆我 師從濟淋水 乃正感發覺醫學症 你算是 我別管你 失蹤 好了李仙怡 別和這種臭點自廢話 還是老爺真的病了 住手 你這真相群 老爺子恐怕真的救命 我行醫幾十載 還沒有人懷疑過我的秘術 你們要是再敢阻攔 我看到爺子這個病了 不治也罷 這裡還輪不到你插嘴 林神醫可是我們費盡心思請來的 你一個區區的毛頭小子 你敢在這裡折手畫腳 老爺子此次突發疾病 純屬是腦部醫學導致 他下針落錯了血 將依序 是成心滿 這一陣下去 老爺子必定過不清 好啊林神醫 別和這小子廢話了 老爺子還等著呢 趕快下針吧 不可以 徐陽說的絕對沒錯 徐陽他真的是神醫啊好了 那這老爺子這給你 我不是林神醫 林神醫不用管這個漂亮表情 你儘管下針便是 行了行了 老爺子醒了 哈哈果然一針就要到裏上 哪來的病毒醫生 我看你小子是為了上位 什麼都剛好說的 啊 哎哎哎哎 林神醫 老爺子怎麼吐酒昏迷了 因為這個雍醫 他根本就不吐一致 他這一針讓老爺子迴光返照 是用老爺子透支生命力換來的三天清洗 但是老爺子現在身體虧空嚴重 根本就承受不了這一針 如此惡毒刁酸的醫師 是不可能有你這好東西 你說什麼 我兒子分明是吐吐毒素後 立不知暈等的 醒來便好 你要是不懂啊 就給我閉嘴 劉家就是這般傾然來侮辱我的 老婆在醫學界混了幾十年了 還從來沒被一個晚輩這樣侮辱 這個病 我還不治了 好你個群吊絲啊 之前我還真看錯你 既然能把林神醫氣走 如今老爺子的病無人醫治 一個鳳凡男還敢自稱自己是醫仙 仍對承受游家的怒謀 你氣走林神醫 老爺子病誰來治 林神醫可是國內最厲害的醫師 他都放棄了治療 還有誰能出手 水陽都還沒說能不能治 你們就蓋棺內論 你們這麼早下決斷幹什麼 我經理試試吧 現在時辰把他被毀 我只有七十 夠了 喜慕 林神醫 難道你還親自送我爹上路嗎 你說你年紀七千怎麼心數不正呢 我是不會答應親情家 趙有兩家百年情願 曾經作為豪門貴 從出生起便以趙家定情 你一個鄉村 竟敢妄為肖想我家琴情 也不知道吃了什麼雄心抱此大 也不看看自己什麼青酸樣 爸媽 許陽他沒有你們說那麼不堪 苦天之下 只有許陽能說救不救 我的確為清晰的朋友不假 但我此番前來 是為了治病 在場的人沒有意思 你們不是治病嗎 既然你們不會的話 既然你們不會的話 為什麼過死馬到活馬 讓我來一次 請吧 你這是讓我爹病情加重 我們尤家不會放過你 你 你 沒事吧 沒事吧 你爺他沒事 過會兒就醒了 清醒你趕緊過來 你和趙公子早已定下婚約 你和一個陌生男人拉拉扯扯算什麼 我說了不假 我的婚姻我自己決定 許陽他就是我認定的唯一真心待我的人 我孝羽 尤家寒信如苦把你培養 難道就是看你 找一個妄圖上位的鳳凰男 趙家財力無日就要下屁 你就給我死了這條心 夠了 要嫁你們自己嫁去 我這輩子就只認準了許陽一個人 爸你醒了 你醒了 你醒了 爸 媽 爺爺 我還以為再見不到你了 自己 你還給我長家 你覺得咱們 殺死人困嗎 怎麼又是你 十一天 是紅啊 爸 你說什麼 他真的是下國一心 哎 十一天 對我多年調理 我可能不認識他們 你們呀 聰明還在聰明 就是我喜歡聽那個 農業後的話 爸 我們也是 著急攻心責爛 誰知道 這個一天是個女性人啊 小時候 你們先出去 日時日前 理由不能不聽 我不是 爸你放心 你們這是做什麼 小伙子 我們有講 這個毫無貴虛 講究的可是一個門當戶對 不是有本事 叫你進出上次去 你和琴琴 身份差距 一個是天上的佼佼女 而另一個卻是 埔里的爛 根本 你和琴琴 好 好 這些東西啊 就夠你下半壁子比起十五年 說了以後 以後在外人面前 我的提醒 你也加半個提醒 爸媽 許揚已經證實自己一片身份 你们为什么还在复原啊 曾经 你责迷不悟 你嫁给他对我们游家的母亲 若是和赵家原音 由我们两家的势力 情情远持 定能将我们游家的权水 推下人家 金钱 他虽然是一时一节 但以我们游家的势力 根本不需要 一先的努力 你跟赵家连续 我们游家才能更上连续 事到游家 你还看不清局势吗 好 这便是一先 一次出准的准备 拿钱都 我们家情景是 金生凤云 一先之妻 陪不上他 就差不多 我现在知道 诊经一个 莫非一先 是不想尊崇 一得不成 其实说我说我 吊才就是我来的钱 我还真是看着你小子 没想到你的野心 换不上到丁上 我们整个人家 你之所以不收钱 难不成想娶我女儿 不然是绝固 畜生 你既然有这个想法 我们游家百年级 定不能落到你这个外人手里 够了 侮辱人也没有这么侮辱的吧 难道一先之息还不够为 游家带来巨大的利润吗 并不是日不可理 天妾 赵家吵话说 你只要答应你 他们就会带婚前赠予你百分之五的 不错 别害怕 神经 我的价 我的仇 快拦住他 别让他跑了 小子 你将我女儿强行带走 莫非你想与我的优家 整个为敌吗 晴晴 爸爸都是为你好啊 为我好比我去远医 谁爱要是 不孝女你若敢走出家门 你又别再回来了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听说 雪阳在林青还有机 您是说苏月吧 他们俩刚刚离婚 苏月现在是果如一季 原来 还是怕 就怕就 那是道理 只要那个废我跟赢你 你一个手指拓给你 听说 我和苏月将会为你 只要你能帮我清晨 练习这个心 你们领下 未来的灵机 练习这个心 我的后子 我就不行 他一个不错看见 哎 什么意思 都过几个心 此事 绝对你 是 太好吃了 好吃吧 以前我在苏家的时候啊 也经常出来吃路边摊 因此啊 他们还取笑我呢 那是他们住游房间 听完 什么呀 好眼福呀 认识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给我吗 介绍介绍呀 这小子的仇人 不少呢 书下来是请神君说 外见神君 外见神君 不 不是说了 别来听 新君 谁家也是刚刚得知 您急进不下去 主席 所以特辞 你们的好业我姓林啊 对了 我今日在尤家 见到一个 姓林的庸医 此人号称是我的徒孙 你去调查一下子 是 还有 以前的事儿 撤传招架 是 神君 还有一件事情 诺院里边 邀请你去参加她的婚礼 这是情景 她结婚邀请我 是 据说是为了给您赔礼道歉 而且这个情景 看起来是最高贵的情景 您看 行了 今天离开 都散了吧 搞这几个人的情 饭都不能好吃了 是 我猜的果然没错 神君和一仙两个如此经验 觉罗的人肯定有关联 只是没想到既然都是你 我已经不想过那种 刀降舔绝的日子吧 现在啊 只是想平民烦烦的 当个不同人 我就知道 你跟外面这些凡夫俗子 就完全不一样 龙神君大人 我现在被赶出家门 生无分文 可怜死了 瞧收敌 放心吧 以后你跟在我身边 我不会让你说半分文去 只是你的前妻为什么不了解 这么好奇啊 要不一起 没想到这废物 还真敢来参加我们家月宇的婚礼 你这脸皮是从地上捡起来亲的吗 如此不要脸 我姐即将与李少婚婚 未来临亲事 一定以我们俩家为倦 你这废物 怕不是狗皮子闻到味道 前来这宴会上 忘托婆吃晚饭的吧 我们今天是受邀来参加素养婚礼 怎么从你们这群小的嘴就变了味道 我配 我家月也是心计良善 想让你这个被赶出家门的废物 是不是好的 借眼见证一下他售家良人 虽然 让你死了绑上我没售家高居的心死 一个林青掉车尾的家族 靠了女儿婚姻来换取我指缝流出来的台湾 却还沾沾自喜 卖女求容你们苏家子真是非礼制 瞎说什么胡话 我姐和李少那可是情投意合郎才羽貌 怎么到了你这狐狸青嘴里话就变了味道 我看你 应该是 贪不上高知记录吧 你才偷偷笑他 到了姐姐 我们参加完婚的就走 今天左右是卖个岁月情分 不用跟这些人老被告示 你看 至少 是 你隐私 你都不如翻开面前这个牌子看看 我家月夜哪里欢迎你 人 啊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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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陽 這個燕櫃就是針對你的鴻門燕 他今天叫你過來 就是想在大雲廣東下羞辱你 羞辱 你看看你們這兩個 他不就是婊子配狗 天長地久 我想那是豬 徐陽 你可不要不是好歹 和這個音響正的大小姐 恩愛柴綿 少來招惹我這家月 你們這群白人好 要不是徐陽觀念舊情 你們早就從下國出名了 現在徐陽百平一切 你們卻還這麼羞辱他 蘇家產業 一時有我幾乎 跟這個廢物追世有什麼 倒是你 你這個表真是忠心啊 到底 都不忘了 林青何人不知我家月月 是來的兵客啊 都是一頭有臉的人 能忘你沒進一會場 這是海女 真是不要你們動手 沒想到你我五年不及情分 我救你水火之中 到現在這副樣子 一次次救我 與水火之間的只有李昌劫 甘你許揚何事 蘇月 想不到你竟然變得跟他們一樣 我天性本就如此 只不過你這個廢物 根本達不到我所在的地位和境界吧 我這立牌上寫的有錯嗎 五年前你身負重傷 是我不顧反對將你從生死邊線上拉 又是為了照顧 一無反顧 不惜了微笑柄也要與你成婚 這些年來我對你相近努力 可藏有半年對不起你 你跟我結婚 也只是為了拿我當當劍盼而已 我給你機會 機會 機會都是我自己爭取來的 別以為你只幫了我一次 我就會回京城 我早就不是五年前那個我 到現在你還認不出我的身份是嗎 你不過就是一個只知道吃我軟飯的廢物吧 你適合什麼身份 根本不想吃 月月 你可算想明白了 這些年要不是徐陽這個廢物拖累 咱們蘇家呀 早就一舉成為豪門世家 破壞徒資 婚內出軌 這種賤人 遲早會天打龍拼 何必為這種人白費口舌呢 我知道吧 徐陽這種人 根本不值得我聽的 現在 我已經找到了生命中的白馬王子 這種人生五點 往後就不要再聽了 人生五點 孫月 在你心裡我就是這樣的爛人 說你是爛人那都是抬拒你 像你這種忘恩負義的那樣了 跟我的樂園在一起 真是不配 听著原來 李莎還是你最好 曾經核詩愛 你還是那個愛撒嬌的小女孩 如今 老婆你回來了 好累啊 怎麼老婆 是工作上的問題嗎 當管理實在是太麻煩了 不過我相信 穩扎穩打 一定能讓蘇嘉越來越好 謝謝 徐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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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大你的狗也好好看看 李盛可是貨真駕實的豪門繼承人 跟這個不求生計的廢物比起來 簡直就是一個天上贏的弟子 我們將月月丟掉了 還有錯了嗎 孫月 這一次我不會屬下留情的 你不過就是認識沈舅 還真當自己是什麼大人嗎 實話告訴你吧 上京趙家已經對我訴疑 將頭子補上了 沒有你我照樣可以拉到頭 你以為你怎麼是 當初真是瞎了眼才會看上你 我說昨天還在下跪求饒 今天怎麼就突然變了不良 原來是找到靠山了 那是當然 趙家撵死你們這個婊子跟狗 在這兒 誰還在這兒 一直向上 給我跟月圓磕頭道歉 原來是她在從中做梗 我說怎麼一條哈巴狗 也有膽子全非 照來 上門球學不上 再給她希望 看本小姐會上間不刪她的臉 一個不值錢倒貼上去的賤火 也敢說照我 赵公子的坏话 赵公子那种尊贵的人物 怎么可能会取你这种水性洋化的剑表 赵公子的未婚妻 那可是上京游家大小姐 你说他对你求许不能 开什么玩笑 一个连家门都不敢自爆的臭表 说大话都挖傻到舌头 赵家巨额图丝说咋就咋 就算徐阳凭借关系让沈家图丝又如何 这还不是人情不够大 关键时候取消 两只高低低劲 妈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废物许阳 联合沈家跟我们养了一场信 说是要出资 结果 害我们白高兴一场 给他自己抬高身价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他就是咱们过去 苏玉 你到现在还证明吧 赵家只是拿你当刀使吧 等你没了就有价值 赵氏必定将苏家 金属 就算是让赵家当刀使也比跟着你这个废物奔强 人家照相百年好轮随便分我们几个项目我们都能吃上好几年的力 跟着你 有什么出现 哪来的脸叫笑呀 提醒一下各位 我姓游 我姓游 单字一个情 凡请各位说话好好考虑 不然 凶怪我不客气 游秦 这不是游家大小姐的名字 莫非这女人就是游家大小姐 她身上的肝病至少有几十万 这气质和谈吐 说不定 还真是正主 你这个穿帽 你这个吃软饭的坠续 你们两个穷比身家加起来都没有本少手朵缝溜出去的毒 哪来的脸叫笑 甲明远 我在上京这么多年 从未有人这么说过我 是赵来给你的敌气吗 看我一通电话 就让赵家跟你断了合作 她今天被省家做完事尽重 学养无忌也是承认婚 可能单身教育 现在该不是四个礼拜 真的是游家大小姐 如甲包换 想不到你真的是游家大小姐 今天是小女的婚礼 你能来参加 担这儿防披生辉 想不到 游小姐也会参加我们苏家的婚礼 日后赵家和游家合作 咱们也算是合作商 游小姐 日后请多多关照 刚才不是还一嘴一个贱人 现在怎么不敢置身 还有 许阳是我的丈夫 你们踩着旧情一步步威胁她 真当我没脾气吗 我看今天的宴会不办理的吧 游小姐别生气 我这年纪大了 说话不中轻 今天的婚礼 关系到我们苏家的前程 还望游小姐 通融一下 给几份博脸 先前是有诸多误会 不过今天我跟月月是诚心邀请二位 来见证我们幸福时刻的 希望游小大小姐别闹得那么难看 之前的投资会上 你们这群双标人说的可不是这样 您好 您拨向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理事长怎么不接我电话 刘大小姐 继续演 差点被你觉得冒牌货给骗了 游家大小姐怎么可能爱上许阳这种扫地出门的废物追训呢 你们两个 一个是冒牌货 一个有意想症 真是绝配 电话都被拉黑了 还自称是游家大小姐 这要是传出去 简直笑吊打牙了 你这一身高病 租下来也得不省气 可惜了 跟我这个 我看你不跟我 保证能让你愈先愈死 你算什么东西 给点不要脸 就 不省气 可 许阳你够了 搞黄了投资会不爽 还带着小三在我的婚礼上闹事 你真当我念在往日旧层上不肯对你下手是吗 姐 你跟那种废物废话那么多感觉 这两个人出现在你的婚礼上 简直是拉低了整个林青豪门的档子 正好 吹这次机会 将这两个人从林青除名 此后 只要是有人再敢接近 那就是与我苏家为敌 苏爷 你还真是好大威风 我有威风的资本 你在苏家白吃白喝五年 或许曾经为苏家助力过些许 但只有命恩情在先 你这辈子都还过了 你这辈子 只配在我的脚底下做狗 月月说的 你这辈子 就是一个一位以前见狗命 只要我想 整个下午 你哪都会我先去 这个女人不是自称是游家大小姐 好 我现在就给张 是真是假的 你没听到我姐夫说的话吗 现在跪下道歉 也许我姐开心 还能留你们两个全尸 这种 多说一句话 我不想 你给我懂 我现在就在这 谁 张木子 我这里有个冒牌的婊子 自身于游家里的小姐 我想问一下您 零零在上 跟你哪都没去 这个你是谁呀 尽量报仇未婚妻 赵兰 赵兰 你瞎说什么呢 赵公子都说了 游家大小姐根本就不再灵情了 你这个冒牌我死到零头了还要嘴 这一小姐 这样吧 本少 今天打婚 只要让许阳给我跪下 鞋舔干净 我可以大发慈悲 复活样 去精神练 女人 现在跪下鞋 还能狗活几天 徐阳 还不带着你这狐狸精 赶紧跪下鞋啊 跪下 这个小三爷给我女儿 磕头道歉 你个冒牌佛 也敢冲撞我女儿 区区一个赵家 还真乱装强了是吗 现在就过了 没事 我说过有我在 我让你吃饭饭 我让你吃饭饭 虚恶 事已至此 你还有什么底盘尽管亮出来 上京赵家 可不是你搬出沈家 就能天而一举应对的 我的底盘 是你这一辈子的重心 伍岳 我会在手下里见 赵家背后的龙神君 那你能够 你的底盘再硬了 赫赫 龙神君硬 我何时成了赵家底盘 赵来 你瞎说什么呢 赵公子都说了 游家大教却根本就不再明晴 你这个冒牌我死到临头了 还有嘴 这一小子 这样吧 本少今天大婚 只要让许阳给我跪下 写铁单前 我可以大话慈悲 赴狐狼 确实练 我愿意 现在跪下舔鞋 还能苟活几天 徐阳 还不带着你这狐狸精 赶紧跪下舔鞋啊 跪下 这个小三也要给我女儿 磕头道歉 你一个冒牌婆 也敢冲撞我女儿 区区一个赵家 还真让你装强了是吗 现在就回来 徐阳 我说过有我在 为了你吃饭吃饭吃饭 徐阳 事已至此 你还有什么底牌尽管亮着 上京照着 可不是你搬出沈家 就能轻而易举应对的 我的底牌 是你这位你出镜头 苏夜 我会再收下理解 赵家背后的龙神轩 那你才能跑起 你的底牌再硬 就恶负 龙神轩硬 否则何时 成了赵家底牌 秦秦 听书到了 这就是你昨天 同班大夫法说的隆神披靡 事发突扰 刘家现在 不是和尚 但是拼书已备好 自然是送给你的 跟你在一起 我觉得很清楚 龙神的请柬 怎么会送到这里来 四代屋主的请柬 神君新娘就在宫里现场 活风毛肚蛋吩咐 特来向未来主母送上大礼 第一件 是碧罗湾海边别墅一座 送给未来神君夫人当作新房 第二件 是神龙君 驰骋边疆八年 所得的所有收益 黑卡里的金额 夫人想买岛买国 也不在话下 第三件 是夏国为龙神君定制的座驾 这个钥匙 是全球绝无仅有的指纹解锁钥匙 也一并给夫人献上 最后一件 是龙神君的贴身配件 龙银 龙神君已经隐退江湖三年了 龙银一直存放在边疆境地 今日 我一并将龙银见 好久不见了 不 不可能 他怎么会是龙神大人 神君夫人在此领悟我很满意 苏月小姐 你不必客气 你说什么 这群姐上的名字怎么可能是苏月 月月 你听懂了没 龙神做点叫你的 赶紧上前去聘 姐 你也太牛了吧 什么时候 把龙神君大人都拿下了 这龙神君大人就是做了我们的情 以后整个下国 我看谁不敢不给咱们面子 龙虎 不可能 我才是龙神君夫人 可能之前有过一面之缘吧 没想到龙神大人竟然如此直净 这反转实在是令人意想不到 苏家的婚宴上龙神君居然像苏总下辟 那这婚礼 李家和龙神君 还有选择吗 那龙神君 林青 所有皇民都能趁上光 月月 没想到 没想到你让龙神大人看上了 那咱们的婚礼我自愿取消 太忙了 我和我在龙神君面前 多多照顾上我们李家 也跟我咱们一段情缘 那是自然 今天在座的各位 除了这对肩父淫妇以外 都是我和龙神君的见证人 待日后 我苏月一定会带领大家走上巅峰 这个情节 发错了 新娘不是苏月 这份情节 在北京边疆 足够存放了五年有余 苏月小姐 是名副其实的神君夫人 你是什么身份 敢质疑龙神大人的决定 我就是你口中的龙神君 年轻人 你说话碰碰脑子 龙神君向来以面具示人 无人见过尊荣 要冒充也至少到中旬的年纪 你这么年轻 也敢冒充北京战神 队长 你别对这个废物一般见识 他呀 脑子出了问题 这没事的时候 就还幻想自己是龙神君 一心之内的大人物 他呀 只不过是我们搜驾的 不要抬烧狗吧 队长大人 我是苏月的弟弟 我们呢 才是龙神的真正的亲戚 而这个 只是两个恬不知耻的冒牌货吧 真是瞎了人的狗眼 龙神君就在此 难道你们都认不出来吗 这个女人 叶末许阳五年功了 婚内也出轨 现在还想冒领我的身份 队长叫的是我苏月 你一个油将的冒牌货 我还没来得及处理你呢 现在居然想碰死我 掌战龙神夫人的称号 简直不是苏月 到底谁是苏月 是我 岁小姐 现在这场闹剧 我想你龙神君也不愿看到 希望你可善处理好 当然 龙神大海如此亲爱我 我自然是能的 岁小姐 聘礼已经送到了 我们就先行退场 接风夜场再见 我今天所得的一切成就 都是我自己争取的 等我日后成为龙神夫人以后 我一定将当年持月术 恐怕你是没这个情 我现在只是龙神君的夫人 全天下最优秀的男人都为我招务 你该不会是抵不上神君 再是记住他 去吗 我现在只是龙神君的夫人 应该是北京那边小姐穿的骂 我已经让人送了新的给你 龙神丁大人 现在都瞎给我们家月月了 你们两个还死压醉一样 真是扮演角色上演了 拎不清自己几斤几两 就是 你快看 这龙神可真是大手笔 那龙音剑都怎么办 这可是我最喜欢的笔剑 这龙音剑都会攻击我 传闻 神君专用避剑早已开了灵智 只有龙神君提起信任的人 才可以出国 大概是龙神君没有见过我的家人 才对龙音剑下了定属 没关系我来给你看看 龙神君大人 行踪鬼秘 只见过月月 没有认识我们 这是友情客员 就让你姐姐把龙音剑拿起来 让在座的宾客也开开眼 龙音剑特皮可斩恶人 这对肩夫淫妇 把大人物们全部碰砸了个遍 等龙音夫翘 千万不要轻饶了他 龙音剑出鞘 韩蒙私人 果然是天下第一神剑 许阳 龙音剑已经承认我 现在 你还敢说自己是神君吗 你可以试试 五年前 我看你可怜生起 测饮之心与你结婚 心心照顾 你却在婚内出轨 倒打一耙栽赃于我 沈家投资苏家 我本以为能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实现递风帆 可你却得罪了王家父子 让投资化为泡沫 现在 我下定决心与你不再有纠葛 你却带着小三堂而皇之来 参加我的婚宴 试图羞辱 这一件都是你的错 龙音剑一箭入魂 斩除世间所有罪恶 徐阳 你我恩断义绝 今天 我以神君夫人的身份替天行道 将你斩草除根 思悦思悦 没想到你是真的想杀了吗 龙岩 玩够了吧 哎 哎 啊 思悦 你说 龙您认闯 严四面具 你真是龙神君大人 啊 这龙神君 敬老是我苏家 我娘在上门追讯 你不论早点说 你若家 怎么可能如此对你 你居然是龙神君 不可能 不可能 没想到 没想到你就是龙神君 怪不得他 怪不得你一个人的伤口无脑 神家主对你如此高兴 是我错了 错的理 我给过你很多次情报 如果我们没有离婚的话 就是琴姐 可以用你 现在纠结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不想 但是再扯了其他人 就没这么 知道吗 我就知道肯定是他们下错了病理 明明我才是这样的龙神夫人 琴姐 新的琴姐 不愿意让人瞎发到伤心 待我们回京之后 我会亲自 向你们解决求取 好 凭什么 凭什么 凭什么这个女人 能轻而易轻地在你身边 我陪伴了你 你却只字符提 苏宇 五年前 我从战场上跪来之后 本想过上普通的女生 可是你们苏家 借用我的风起誓 其实我本来想 在你跟我提出离婚的那一天 就将这一切如实的告知你 本来是素月 是你自己没有给你这情 需要 能不能 能不能原谅我 我早就跟你说过 他的身份不是一般人的奇迹 是你弟子的 你自己当初没有珍惜 听说你很喜欢抢我 陆春军大人 我我错了 我真的不知道福月是你的妻子 不过我要知道他是你妻子吗 他打死我我也不敢抢你女人呀 你大人你把梁子放过我一门了 你你放了一个狗娘 求你了 你当真以为今日宴会一事 我们也要他去 今日若不是龙民归位 我是不是要被你安排的 打断死就丢到海里面的女人 不不不 陆春军大人 我哪敢动您半根寒毛呀 是 是赵家 是赵家支持我的 他说如果解决了您 他就能让我们里下多山再起 我也是一时糊涂啊 哼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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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谢谢公司大人 谢谢公司大人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今日之事 我希望除了在场的人之外 没有任何人 你们心里清楚该自己 请您认识神尊驾会 上 林青传来消息 婚宴被抢劫 李长杰下了 苏家破产 举家搬迁到国外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什么就行 并 当日参加宴会的宾客 无一部队也此时必讨不严 怕是大人不出手 大人不出手 大人 林青这个小错地方 能出什么证 确定 公职下去 将与尤家正在合作的下 我要的那个老东西 亲手把那个小剑 撞到我的床上 我妈同意我们在一起了 这么多 这样也好 等过来就接封线上 我远备身份 丰重光光的解决去 如果我要提前一天回去 你们说上个假批 我们一起回眠不合理住 好 那我们老托 安排辆直人飞机 自己去 我当年不愿意 喂吗 我现在就回事 你 对 福人 我总看你 这这些 所让 都不合适 这一些 是 今天必须许 要是这样骗他回来 我也不会 赵家已经断了所有的生产线 只有让青青去联盟才能入住局面 我们也是逼不得已 我相信他会理解我们的 爸妈你们真的同意 我跟喜阳在一起了 我们向前赚钱是 你们骗我 琴琴对不起 你若不跟赵家联姻 我们尤家资金力断裂 就算是力朗狂澜 也会元气大伤 我们逼不得已 去去一个赵来就把你们吓成这样 我现在赶紧把小姐带走 妈 主人 如您所料 有家父母把夫人关起来 立刻被击 我今晚就要抵达上京 是 琴琴啊 你也不要怪爸爸妈妈 这都是为您好 为我好 你们打着 你们打着 为我好的广子 让我嫁给我不喜欢的人 这也就要为我了好吗 这样的为我好 我真是承受不起 琴琴 琴琴 尤家不能倒 只能委屈你 死金脸断裂是吧 赵来想砍了尤家的脖子 我偏不能让他入院 妈 明天下午是龙神宴 届时 他会向尤家下聘娶我 如果真如我所言 我们就放弃赵来好不好 你说什么 龙神下聘 龙神下聘 没错 反正也不差这两天了 妈 你相信我 他真的会来娶我的 按原计划 主人 属下已经缠绵 当年正是赵家 残骸里满 还有那个标志性的虎头戒指 只有历代继承人才 上京赵家 就是您的臭 你 知道了 你先下去了 顺带 通知那些事家后 明日 全部到期 你不是很高啊 监着许晓那个剑家来修你 再好 我大 被笔小人 就凭你也想起我 妈 与你青年竹马二十年 从你生下来的那一刻 你就只能当我的妻子 等我从接风宴上面见保龙神大人 我赵家以后风光无限 痴心的荷兰有什么有什么 变剑龙神 你等我跪下来给我认错了 真心的喜欢你 我就喜欢你这 多么纯真高龄之花呀 你就是不认识你谁的花 今天就要我好我的检查检查 你疯了你敢动我 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啊 你还指望你那个废物来救你呢 来个英雄救没什么 你让他来呀啊 他来了敢动了吗啊 你吃吧 长死 姐姐 你没事吧 没事 你你也不想敢动我 你他妈不想活了是吧 啊 我年纪 是 看什么看看 老子告诉你 这位记者 就是我赵家继承人的见证 但你这种产业很多啊 总怕这辈子 我找的就是你们赵家 我再让你狗言参长一会儿 再过一会儿 我就亲一口 你赵家是什么副业 找不到看看 到底怎么弄 恭喜游总 评文游家喜事将近 很快给赵家公子联姻更上一层 日后恐怕整个京都都要以幽赵两家 马首是瞻了呀 哪有哪有 都是想对自己的 恭喜恭喜恭喜 游小姐不是个人在我家订婚了吗 怎么还满家别的男人 误会都是误会 这人是是我游家远房亲戚 你管囚禁自己的女儿送到别人床上叫自愿 想要是我这辈子唯一男人 我嫁定他 天将 你和一个陌生男人拉拉扯扯算什么 赵家已经把他批你送至家中 赵卢两家的迷雾是盘上钉钉的 勤勤 游家目前这种情绪 岌岌可为 你可不要在这个关节眼上耍性子 乖乖听话 嫁不赵家 你还是千娇百宠的大小姐 要嫁你们自己嫁去 许阳 就你一个垃圾 也配合我强女人 我告诉你 有老爷子的病已经治好了 按照事迁的约定 严谨 只能与我念 爷爷的病明明是许阳治好的 跟你带回来拥医有什么关系 灵神医 可是我国的顶尖医师 在他出手救治之后 你小子上去冒领功劳 你还真当自己是大师不成啊 其实 杨老师手 这你不用管 这件事情交给我 冒充医先冒领功劳 这一条条罪务 我足以将他就地正当 其实许阳身上也是有点本事的 他本事再大又能大到哪去 啊 一只宛如蝼蚁的人 一个低头卑劣的垃圾 也被和我强女 这要是传出去 我的面子往哪儿搁 我见诸 我说 大胆 大胆 竟然敢对灵神医不敬 好 你就是跟在许阳身边最长时间的那个吗 我还真就感动 这一介村夫 究竟成 能让你们一个个的钱 是 事情调查清楚的吗 众人 属下已经调查清楚 还不敢快交代 你到底干了什么龌龊事情 以仙大人 我错了 是我为了名气 故弄玄虚 冒出一线的徒孙 是我永远不是泰山 你你饶了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林神医 你说什么呢 这小子怎么可能是一线 给我一次改定的机会吧 你假借手的名号在外微飞坐台 藏上了不知多少 你现在忍住了你 那我问你 谁来救他们 一线大人 我对天发誓 除了有老爷子那个治疗 我说为了 一个亿 用了三天掉命 可是其他人 我都是尽心尽力的呀 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让我 臭生 你竟然对我咽下死手 喝出去埋了 然后我不要再监督 就这种人 他就会成为医生 长命啊给我一次机会吧 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长命吧 没想到这需要还真是你先 这件事情 我没人告诉你 刚刚不是说了他的本事可不及 一个废物竟然摇身 已变成了下我底尖一身 不过 这就是你的底尖 一进一先的身份 还不足以用赵家去靠 你赵家还真是好大个鬼 什么小人都能为非作胆的事 我们说谁是小人呢 我告诉你 我们赵家的背后 可是物质 龙神君什么时候是赵家 当然我赵家能有今天 全靠龙神大人引力行 你区区一见一仙 在龙神大人滔天的权力面 这一生的事 照来 话可别说的叹马 小心打眼来的太快 天天准家族人陷阱 我倒看看有何能嚣张的 我现在就请示龙神大人 如果你们有钱 敢拒绝这本情事 龙神大人不让我们亲死 我倒看看他一介一仙 能够对抗的狼神大人 当初松口发应仗点 就是因为他们搬出了龙神大人 今天是龙神接风宴 等接风宴结束 秦庆断不可于喜阳 再无半分瓜葛 你先 看病救了 远没有龙神君 全身好天 这次我们尤家 选择无会做 赵家背靠龙神 以我们尤家现在的情况 根本不足以低 为了尤家 别任性了 妈 你能不能不要天风就是 再等你 会证明我的选择没错 龙神大人与我赵家见了百年交 这枚戒指 我赵家盘踞上京桌 靠的就是龙神大人本扎本打起 此次宴会 龙神大人还亲自下去 要面见回赵神 苏董苏董苏董 试问 在座的各位 还有 赵家的 屡排 果然非常分享 待会面见完龙神 还望赵公主 向龙神骑士 做个见证 将这不该出现杂碎 清理 那是自然 男友 我就向龙神大人起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臭看屁 到底有几条命 敢碰瓷龙神大人 你确定这个戒指 是你赵家跟龙神军舰的永恒证明 那 前些天龙神大人还想 要我赵家 拥有这个戒指 立即反抗算 给予至高无上 在我赵家三代想全人面 在龙神大人之后 当着你的臣 龙神请典道 直请典道 没想到 龙神大人还没有道场 就为我赵家 试问 是不是我赵家独一份啊 赵家的实力 废围一般啊 就连龙神 都特意所谓的情景 回来 静静跟了赵公子 立功成为 神经最幸福的太太 是啊 这两个孩子 从小轻为主 一同主 未来成为一家 也是天定 至于修成正果前 前路有些坎坷 也是正直 好了 今天在座的各位 皆是我与龙神大人交好 的见证 待到龙神大人到 我定会在龙神大人面前 美言几句 到时候 带领上京的各位世家 走上电风 多谢赵公子 千谢大乔 否则 凭我们的人脉 哪配件的到龙神君 这修家小姐真是好命 赵公子一心一意对他 居然找了个看病的野男人 要是我 修家早就覆灭了 谁说不是呢 龙神君这条告知 谁不想接触 也就修家这女人看不懂局势 想必这份情节就是龙神大人 给我们赵家的输入 这是龙神大人的婚件 你一个男人瞎揍什么热闹 龙神大人又娶妻了 优小姐 之前我的手下都有得罪 还请你见恋 我就知道 上次的婚件肯定是给我的 夫人 先前的婚件存放北京多年 我等接到任务便率先出发了 错过了新请假的更新 还请您不要见怪 没事 你看 这婚件让龙神君的婚件 这就下屏也有小姐了 刚才赵家不该说 这与游家联益现在到底是什么局势 这 秦秦昨晚说的话难不成是真的 龙神君大人在殿上 对我们游家下骗 秦秦真的被龙神君看上了 这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事 赵家 不是自愈和龙神君 关系亲密 这种消息 他们都打探不出来 大人都去游家 只这样啊 你真假 我一直有主要去游家打小姐 那都是提前受到了龙神大人的示意 毕竟这龙神大人不再上京 一些阿猫阿狗 难免会缠终于自己 现在好了 秦简也送过了 那么 我也该攻城身退了 他今天是颠倒黑白了一把好手 心眼都让你玩明白 请简之事我早已知晓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就知道 上次的婚简肯定是给我的 夫人 先前的婚简存放北京多年 我等接到任务便率先出发了 错过了新请简的更新 还请您不要见怪 没事 你看 这婚简上的朱丽叶玫瑰剪影 多好看 你有心吗 你喜欢就好 天呐 龙神君的婚简 这就下屏给游小姐了 刚才到家不该说 这与游家联姻 现在到底是什么局势 这 秦秦昨晚说的话 难不成是真的 龙神君大人在殿上 对我们游家下屏 秦秦 真的被龙神君看上了 这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事 赵家不是自愈 我龙神君 关系亲密 这种消息 他们都打探不出来 大人就去游家 是这样啊 真假 我一直有种 要去游家打小姐 那都是提前 受到了龙神大人的示意 毕竟 这龙神大人不再上京了 一些阿猫阿狗 难免会柴上一遍 现在好了 请简也送跑 那么 我也该功成身退了 哈哈 嗯 还偏是颠倒黑白了一把好手 心眼都让你玩明白 请简之事我早已知晓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是 请简 你还不快过来 你现在的身份非同一般 若是让龙神大人得知此事 定会对他下手 难得任性了 能嫁给龙神大人 是多少人求知不理的殊恶 是啊 晴晴 听说龙神大人 今年不过三十 人也是一表堂堂 更别提所持权食 别再吊在这个破医生身上 再给龙神大人 未来要什么都是特首可的吧 我告知 与龙神大人关系密切 想必待会龙神大人来之前 若是看到他的未婚妻旁边 还粘着你这么一个龙皮膏 他定将龙皮筹 神君大人跟一切千秋万代 夫人未来身边 并不能拥有其他人 还望夫人名礼 莫让我们走他 否则 你们 别说 那我一本厌制 你一身就不再说 嗯 请请果然是爸爸的好女儿 在大师大陪面前 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你也别怪我 若是我们敢抗制 尤家定属于解下去 许阳一先俊名不然好 但龙神 不用说了 等龙神到了 你自然会后悔现在的决定 怎么样 莫得了 这辈子 龙神会看在我赵家基业那块 什么杀 但是你一个无权无释的 我问你 林情许家四十二条事 许家 许阳 哈哈哈哈 你就是当年灭四十三门其中一个 唯一 庭庭庭的神 没想到 你居然能在这找到我 当年我许家却是光明的 公主 但凡处起来是个坚冻 赵家 看什么去想象 费尽心思记忆 当年我不只觉得 赵家不设为谁 不是 于是我就把他们全都杀了 谁让你点东西 我赵家能看上你们那些是家 那是哪些八倍烧的东西 今天还不值得 还好 让我求你 不要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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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开走 你一定要小心 爸 我们一起走 会走 会走 走 哈哈哈 哈哈哈 努力 12条什么呀 挺身不脱笑的 这个世界 本來就是弱人情時強者 以我照顧 免死你面前 就像無死一隻螞蟻 怎麼樣 滅你滿門的仇人現在就站在你的面前 我想不到 一星的趙家還有如此遠遠呢 面文之仇啊真是 想必肯定不死不休 這還用說嗎 登年許家一夜之間滿眉被滅 想不到居然是趙家的手柄 斬草不出根畢長貨斷 我許家 一笑愣上好是光明人 從沒做過半點從聽漢字 連我許家也剛出生的心兒 你可惜 不戴天 少爛 你搞不好 我告訴你 這裡可是傷心是我周家的地盤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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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 完成了青年 招家 是怎麼重蹈復仇了虛假當年的死 你寶貝啊 你竟然敢在龍神大殿上斷我的款 你如是畢告龍神大人 你還在做著龍神君的風情大夢 別說你屈屈一生 你招家七十八條人命我一個都會放 呃啊 這就是 這就講 對 若是龍神大人知道了你對我住下殺手 天啊我愛你信一笑腦 你一個被我滅了滿門的落水狗 還有什麼底氣給我叫囂啊 別說 現在還不是時候 沒事我也分散了 你們看到沒有 到這個時候了 這個廢物還要和龍神夫人勾搭成奸 還不趕快給他拿下 夫人這不符合規矩 是 行行行 我乃雙擊招家唯一擊殺人 我龍神大也曾與我爺爺 說過百年就好 他今天 他就死在這個廢物欠下 我招家 一定會什麼感覺 招家 卻有耳聞 我招家與龍神大人四九十號 我說我龍神大人 我定在他面前為你免言幾句 到時候你定從屏幕前 就趕快這個廢物從龍神大臉上趕出去 住口龍神大臉豈容你放肆 龍神大臉 這只能告訴我誰可以 沒想過你招家還真的沒力氣 連百年交好這場文化的事 你不可能 龍神大臉面前你們招家 那是金口一朵的 這是百上丁丁的事實 那如果我說 著急你們招家 那你需要 這把軍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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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自己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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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趕快 我趕快 真正 你趕快 請來吧 是 許陽就是龍神君 請聽多次提醒我居然是 外包親戚 瞧不起趙家 原來一切都有跡可行 想不到 明明偏寫了一些 居然和龍神君是 龍神君和趙家有血反深仇 怎麼可能作為趙家靠山 我們都被他給騙了 是 趙家行是卑劣 請你千萬不要放過他們 你這種卑劣的嚇到人怎麼可能是 老師 如果是你找了電演員 召集趙家 當時 能給我許家滅門之處 上京趙家 坐 仗士其身 韓海忠靈為非坐 今時 神君在此 你和趙家老闆已經效益 上京各所 引以為戒 神君大人 趙家全族七十八人已全部到齊 屬下已完成您交代的任務 八年前 你們趙家為了奪取相 你們趙家為了奪取相 居然殘忍地虐殺了龍神君全足四十二個人 一個婆婆都沒了 我便替龍神君滅你趙家滿了 你居然還深仇 我從頭站上 請你放我趙子還好生了吧 當天十足有天哪 哇 啊 啊 晚了 殺了一钰 我要你死 這可是防 extrêmement跳 你的手片 打 八年 你連我不斷一次的妹妹都放過八年後 把你今年看看你自己中間喝 人都有安慰 你仗將安門 全開小地獄 小米 我竟然塗了龍神的門 你無謀死的生活一場 哈哈哈哈 我 還不是孤家寡人一個 不他還有我 我游家 永遠是他的平革 一個賤人 早追當作 我就應該把你搶上了 你們這幫兔神都敢死 龍鷹斬盡世間 這把錢 殺了無數惡貫萬鷹之徒 好 我今日 我便送你上房去 讓你來趙家團聚 活下去 廢棄 是 再走 十一年辛苦你了 大仇德寡是許善 對對對 趙家已出龍神歸位 這都是好事 許揚 不龍神君大善 之前 趙家被尤金 威逼利用 我們也迫不得已 還望見諒 龍神君大人 請請對你一往情深 若不是趙家恒差 我們定能如他所願 與你成婚 還望海潭 請原諒我們 尤家這次 日後 尤家一定是你 忠心的 好盾 算了 今日日出過去就不算 今日龍神大天 本就是我為情境證明身份 恭喜龍神君大人 有情人終場眷屬 姐姐 這五年 反昇你在背後 我都不說 幾乎 如今 怕我還是活力了 不行 遇到你 是我覺得最幸運的事 今日龍神大典 即為我跟情境的定婚宴 從今往後 有情 便是龍神夫人 見他如見我 參見龍神君 參見龍神君夫人 夫人 往後余生 請我指教 怎樣 終於見你了 多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